请 阿飞 你还好吗 要不要吃点什么 还是说 想再睡一会儿 你为什么要找那个新班子啊 羽衣班班主霓裳夫人 才能救你那伤 你千辛万苦地把我带到这儿来 就是因为只有她才能救我 好了 别担心了 我担心什么 反正也不是我找人 我在想阿云肯定是在想 如此高深莫测的人 人家凭什么救你啊 这名字太俗气了 别再叫了 还会生气啊 证明不是真担心 你别忘了 我可是大名鼎鼎的千岁优啊 过一会儿 我便去挥挥他们 你跟那个羽衣班的班主是什么关系啊 你跟那个羽衣班的班主是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就确定 他能帮你救这个 好不相干的我啊 虽说是要费点周折 但是一帮长戏的姑娘 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好像也是 小阿云这是担心 爹为了救你 被与一般的姑娘们 隐身相学 快去许 赶快把这个小阿云的名字 物归原主 还是这么凶手扼杀的 好 我这就去给你找人 阿妃 阿妃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去吧 好 等我 很快就回来 很快就回来 好 你儿子 我们有事 你要帮我 如果 Bad 不轻差 我不能以这副模样进去啊 你必须再而行 这咋是他们所认识的千岁幽 王掌柜 千岁幽先生 敢问先生是有新唱本了吗 我这边收本子还是老家去 唱本还尚未写出 写菜等几日 到时候我还会来找您 不会坏了规矩 那你今日是 羽衣班此番会衡阳 在何处 羽衣不在衡阳 你 你立寻他处吧 走走走 赶紧走 走 王掌柜 莫要再寻 王掌柜 赶紧走 王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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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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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波 师姐 我不是说让你盯着脂粉铺吗 糟了 出事了 走 奇怪 这门怎么开着 师姐 噓 都是我 害死了王掌柜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好 紫盈跟老李一样 而且两人身上都没有榆林牌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给王掌柜 送信息号的洗本子 千岁油 这不了一进门 就被打晕了 醒来之后 这手脚就被绑住了 那什么人 可看清楚了 没有 这手 先把我解开呗 等会儿 手留着 脚解开 这 这是为何啊 所以我回乔云居面见夫人 带走 快点 要走 姑娘 这还要走多久啊 岁什么岁 再过几个路可便到了 老夫实在不胜脚力啊 千岁油 你写了个什么新本子 哦 一个战场上的故事 那可带了 拿给我看看 咱怀中 姑娘自取吧 来 没有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不应该呀 我这刚写好的本子 都还没来得及 他饮一份呢 莫不是 落在织粉铺了 那要不 我再陪你取一趟如何 这 这一来一回的 多浪费时间呀 要不这样 我先跟夫人 讲一下我这个 大概的故事 看看夫人终于否 这会儿 你倒是不担心 你的新本子了 千岁有你回去吧 你根本都不是老人 上 上 他他他他他他 说 我 出来混口饭吃吧 如若真像你所说的 那人也不会留你活口 所以你到的时候 王掌柜已经死了 你洋庄躲在角落里 就等我二人到时发现你 为的就是跟我们回语一般 说 你到底是何居心 你不怀疑我杀了他 一 你与夫人旧相识 我想不出你的杀人动机 二 我探过你的脉象 你没有丝毫的内力 王掌柜的功夫 不在你之下 说吧 你到底要做什么 好 既然二位是羽衣班的人 那么在下就事不相瞒 是我一位友人得了重病 那与我羽衣班有何干系 只有夫人的福波手 才能救其一命 凭什么要救 我自有夫人要的东西 那东西拿过来 我替你转交给夫人 今日羽衣班你进不去 罢了 既无东西傍身 我也会为你带句话 凌波 我们走 姑娘 凌波 师姐 不打紧的 我只是担心 他要悄悄跟上来 既然如此 那全当我们羽衣班 略施小界 千岁忧 你莫要再纠缠 千岁? 千岁忧 小芸鞠 用你的福 这小小的名样 还不能把我怎么样 但是这关键时候 你可千万别给我捣乱 去吧 阿飞 阿飞 你怎么起来了 我想等你啊 你放心 我命的 死不了的 好 我现在带你去找霓裳夫人 庄主 要不要动手 给我盯住了他们 看他们去哪儿 不要打草惊蛇 是 我一个人伤好说 阿飞怕是经不起 这样的折腾了 再寻一寻 有没有别的入口 阳下可有拜帖 拜帖 拜帖 乖乖去旧 在河之中 有条书 出门的时候还在呢 跑啊 没有败帖不得入内 这家 我有败帖 可能是路上了 不是掉地上了 我与你们夫人是就下识了 就麻烦两位姐姐 去禀报一下吧 羽衣执任败帖 不认人 我是真的有急事 就请你们去禀报一下吧 公子请回 夫人 夫人 不要抄了 你还也没有用 有劲事将求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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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师姐 何事喧哗 这位公子没有败帖 想要硬闯乔云居 我有败帖 姐姐你怎么乱说话呢 不过是 来的时候落在路上了 跟你们夫人是旧相识 就麻烦让我进去吧 羽衣班向来指认败帖 不认人 夫人 夫人 你别喊了 夫人 好了 不要闹了 今日语一般有演出 不要喊了 随我进来吧 多谢 我请侵佳 我擁忙 чи 鸟鸟属你 终骨叶子 倪独叶子 你且在台下候着 等夫人叫你的时候再过来 姑娘 你夫人还要唱到什么时候啊 急什么 没看戏还没唱完呢 再等等 阿妃 夫人 夫人 我兄妹二人遭受地下追杀 各位宾客 地下至此 还请给我先避一避啊 地下追杀 这地下来了 这还了得啊 夫人 承蒙诸位台爱 今日羽衣般的戏 就到这儿吧 请诸位慢走 走走走走 这位公子 随我来吧 这位公子 随我来吧 夫人 刚才吓跑了您的宾客 实乃迫不得已 还请夫人海涵 是 若不是看在日后新本子的份上 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是不是啊 千岁忧 夫人果然慧眼如炬 我今日前来 实在是有性命攸关之事相求 我妹子 被段九娘注入了固容真气 与自己体内的真气无法调和 只有夫人的福伯手 才能相救 千岁忧怕是糊涂了吧 我为何要救一个不相干的人呢 只要夫人肯救 任何代价我都愿意 这姑娘怕不是你妹子吧 任何代价 这姑娘怕不是你妹子吧 竟没想到千岁忧 是个痴情种啊 行 那我就直说了 不管你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不会救的 送客 阿奥姐 夫人 她可是南刀传人 南刀传人 姑娘 我问你 李证是你什么人 李证是你什么人 阿妃 是我外翁 师父 你若救她 就要耗损自身大半功力 实在太危险了 是啊 师父 此时还有低煞药 对付我们羽衣班 您不能有一点损伤 行了 快送二位去客房休息 快 快送二位去客房休息 阿妩请跟我来 多谢夫人 难道准人 难道准人 难道有后了吗 阿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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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st 她再多点点 多谢姑娘 不要在这儿 快锁吧 好了 不好 真心越来越乱了 你怎么样 好了 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请进 我师父不能救他 这是你师父的意思吗 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求二位 放过我们羽衣班吧 如若师父 因为救这位姑娘功力大伤 这时候我们再被地上 找上门来 该如何是好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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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 这位姑娘 今日之事 多有讨扰 实在抱歉 我身上这点毛病 没什么大不了 休装几日便可康复 多谢 阿妃 多谢姑娘了 我还是走吧 阿妃 夫人既然说想想 也许她真的愿意救你呢 我们为何不再等等 你刚才也都看到了 云一班的姑娘 多次阻拦 想必 霓裳夫人救我 必有凶险 怎么还是别打扰她们了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若夫人因此有什么闪失 我也会自责她 我 可是你要知道 受了伤尚可恢复 可若是人没有了 就什么都没了 那就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等见了霓裳夫人之后再说 此前 你也先仔细想想 届时 我尊重你的一切决定 请 姑娘 我这儿有一些烧好的药 都是夫人平日里常用的 若姑娘不嫌弃 就让千岁游先生随我去取来 多谢姑娘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去去就来 请 请 林玉师姐让我把这些都带过来让您挑选 林玻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周姑娘身为难刀传人 仁义之心 着实让人佩服 希望周姑娘 能够平安无恙 那位受伤的姑娘呢 带她来见我 师父 您为了您自己 还有整个羽衣般的安危 您三思啊 此事不同 你可知 千岁有口中的男刀是谁 我知道 是一代明刀 李贞大侠 那你又可知 若当年没有李大侠救我的姓 我早已命丧黄泉了 就不会有现在的羽衣般 更不会有你们了 可是师父 行了 这天意叫他救了我 天意又主我 救他的外孙女 甚好 甚好 灵狱 你是我收的第一个弟子 也不负我望 一直以来都是所有弟子里面 最懂事最乖顺的一个 师父知道你心里难过 也是为了与一般着想 但是灵狱 等到了师父这个年纪 就不再是为了 这不知何时 就会戛然而止的以后活着了 而是为了从前活着 就为了那点念想活着 这再高大的梧桐 等到了深秋也会枯黄了 苦苦挣扎 都不如早日凌落成梦 这往后的江湖如何 还得看你们这些小辈了 灵狱 你起来 师父有话问你 灵狱 倘若没有了我的庇佑 这偌大的允一般 你能否一人承担 师父 我不想让你这么做 不要担心 这是最坏的打算 来 去暗室 将那枚丹药取出吧 师父可是要将那花丹 送给周飞姑娘 她并于体内真气混乱 但药对她无用的 那 那师父是要自己 师父 那花丹虽然能在短时间内 调息恢复功力 但终究只是以这止渴的办法 师父 我 我师父将她赠予我 我自然比你轻重 我也知道夫人的不宜 只是此时阿飞鸣玄一线 万事永不得我了 阿飞 我把药给你拿来了 阿飞 先生 您这是怎么了 周姑娘不见了 你看到她了吗 怎么会不见了呢 她不是在房里等你的吗 她不在房间里 不和你多说 师父 何事啊 慌慌张张的 周姑娘 人不见了 这丫头倒是硬气啊 既然自己走了 这万事不求人的性子 倒是和李正一模一样 师父 那既然人是自己走的 也怪不得我们 你们两个 去暗中帮千岁幽找找那位姑娘 救不救得人是一回事 从我们这儿失踪 是另一回事 是 自己走了 有意思 阿飞 在这儿 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你是不把自己小命 彻底搭进去 就不罢休吗 如今这事到天天有人丧命 延续你一条命也不算什么 肯定有个三长两短的 让你家人怎么办 让我怎么办 我 我只是觉得 可别让人家为难呢 对不起 我也是一时心急 方才不应该哄你 你没事就好 我们走吧 阿飞 扶车 夫人 他怎么样 跟我进来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霓裳夫人 疗伤之事 怕小患上一会 哈哈哈哈 师父 把药喝了 师父 千岁游先生求见 你们先下去吧 何事啊 好 感谢夫人将救阿斐 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日后与一般但凡需要 听凭夫人差遣 你不用感谢我 这次并非卖你的面子 像当初 不乎 我与周匪的外翁是好友 好友的外孙女受伤了 我岂能袖手旁观 不管是卖谁的面子 都与我是恩人 你好像对周姑娘情深欲重啊 行了 可她的话暂且不说了 当下有事 我需要与你了解一二 夫人请讲 我最近听说江湖上有一些动荡 与南刀后人的传闻有些重叠 想必你们应该经历了这些江湖事吧 原来夫人说的是这些事情 我想知道具体的来龙去脉 以及事情的真相 前一阵子 地下的苍狼沈天树出现在四象山 随后霍家堡就遭遇变故 霍连涛匆匆逃去 霍老堡主去世 沈天树 他为何会出现在四象山 我听说 他是觊觎霍家的腿法前去追杀 但是我想 传言并非是真的 堂堂的地下大庄主 又岂能看上 那独门独派的霍家腿法 对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中午将军死后 他的家眷一直遭人解杀 谁派的杀手 地下陆全 求天见 这就令人费尽了 是啊 不过是孤儿寡女 为何非这么大一只猎鹰来追捕 所以呢 海天一色 只怕地沙 早就开始寻找海天一色的下落了 沈天树今日无功而返 怕是日后 又会掀起一场 兴风血雨 真是可笑 为了这些说不清摸不着的东西 祸害无辜 真真可恶 这江湖上人人争得头破血流 岂不知 那海天一色 对他们毫无用处 若是人人都有夫人这样的凶快 天下可安宁意 对 对 对 沈天树提起海天一色之事 你似乎并不惊讶 你到底是谁的人 王林 不 你是周一堂的人 一人姓谢 单名一个允字 谢允 谢允 天子已晚 不打扰夫人休息了 再次感谢 不送 不送 谢允 谢允 阿飞 你醒了 阿飞 你醒了 怎么样 霓裳夫人 霓裳夫人怎么样了 霓裳夫人服用了与一般密质的花丹 这几日正在闭关休养 应该没什么事 你就放宽心吧 你休息好了 才不辜负夫人的一片心意 沈天树是不是来过 霓裳夫人前言 所言非虚 沈天树找到这里的信息之后 应该是不会来了 你到底怎么样了 你 确定没事了 还疼吗 没事了吧 看你这么精神 应该是没事了 我渴了 我跟他 走 你怎么可能 在这家里 我正在转着 我又想不上 你啊 不要 不知道 我 帮你 我 我饿了 走 我带你去茶楼吃点东西 给你拿身衣服 等我一下 我这一觉是睡了多久啊 大当家 大当家 请 赵贵 有客房吗 两位客官 这房源几十立地 就我们一家客社 这 上后的客房一间 两间 两间 这两间房可不够啊 小二 上后的客房两间 好嘞 来喽 两位客官 楼上请 我好了 你进来吧 我好了 你进来吧 我 美人风采动人 无见之 胜为新车 我的衣服呢 为什么要往穿成这个样子 我的衣服呢 你的衣服都脏了 穿出去多不合适啊 你穿这件 不挺好看的吗 行了 别看了 走吧 你要顶着这头发出去啊 不然呢 来 我给你梳个头发 坐下 我给你梳个头发啊 阿云 你知道的 我最看不到别人糟蹋美人了 说 想输个什么头啊 十字计 飞天计 还是 灵云计 弄成这样呢 杜马计也挺好看的 跟你输了这个头 你叫老实点 不然一会儿就震散了 谢公子 就算你是会给美人梳妆打扮 也用不着拿我来练手吧 离人凶务大致 既不想文成 也不想我救 就想给以后的媳妇啊 做个三花梳头的丫鬟 怎么样 真难看 真难看 不挺好看的吗 我说你 干吗总带着她呀 这好不容易打扮一番 还非得遮住 真是犹如锦衣也行 真是犹如锦衣也行 我嫌丑 行 你也别光顾着吃了 再吃啊 只刚给你借的衣服 就该撑破了 你还是说呢 都是你借这么一身衣服 穿得我别扭死 不挺好看的 但是我说啊 你也别光顾着吃 此次大难不死 可又好好思过 以后还长强吗 问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知道了 我不整强 但我也不示弱 如果遇到不平的事 我还是会管的 只可惜 我现在的武功 实在是太弱了 我还得再练练 你这是干什么 如果说 高手分九流的话 你将青龙主 躲在一个小窄道里 杀了他的人 还能全身而退 所以我也算是高手 算 虽说呢 占了对方轻敌的便宜 但是啊 你手上连个 秤手的兵刃都没有 能做到这一步 证明你现在的功力 足以跻身 二流 二流 只可惜你这个二流啊 就是运气有点不好 满世界的喽啰你没有碰上 碰上的全是叫人闻风丧胆的大掌 显得有些狼狈 你一个写小曲的 会唱就行了呗 怎么还牛起来了 但是呢 倒也不必洋洋自得 这武道如攀山 一冲过后还有一冲 世上啊 还有不少的一流高手 例如一些名门前辈 奇门的道长 霍家宝的宝主 不错 这一流之上的 是顶尖高手 凤毛麟角 不管名声怎么样 但是只要说出去 木铃必然如雷惯耳 那这么说 我这二流也算是不错 那帝煞 四相的人 他们算不算是顶尖高手 木晓桥算 青龙主不算 沈天树算 求天尽那样的 恐怕就够不上了 青龙主位列四相之首 是因为他手下 有一帮能打能杀的狗腿子 而且心机深沉 小花招层出不朽 这种人啊 十分危险 一不小心就能要你小命 但你要说他是顶尖高手 恐怕不必说别人 四相里的其他三位 就要嗤之以鼻 这顶尖高手之上呢 是宗师级别的人物 你可知道这二者区别是什么吗 是什么 你可知道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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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我说 这二者的区别啊就是 顶尖高手呢 每一代都有 但宗师级别的人物 就不一定 库仰守那对师兄妹 剑走偏锋 一争一携 且二者分一步绝学 稍稍差一点 北刀官封早已隐退 留下个徒弟尚未成名 已经殒灭 也稍差了一层 但是山川剑呢 是武林无冕之尊 难道开宗立派 补权绝学 这俩人 却是实打实地堪称 一代宗师 二十年前 武林人才辈出 正是急盛之时 有多少绝学 重现人间 也有多少意识 仍叫人津津乐道 只可惜啊 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太命短了 一阵疯的功夫 就过去了 是啊 山川剑和我外王先后亡故 昆龙守失踪 北刀锋刃 后来者如我娘 他也为风雨飘摇的 四十八寨的繁杂事务所累 到现在也没什么记忆 而且日后再向前一步 恐怕也不容易了 沈天树 穷雄极恶地袭击霍家宝 随后 又到处寻找霍家腿法 也是因为想再上一层楼 只可惜 这种人 手段龌龊 心术不正 我看他 还是趁早拉倒吧 李公子 我看他 吴小姐 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没事 我刚做了个噩梦 你这么晚来 有什么事吗 看你一天没有吃东西 找了些吃的 吃点吧 谢谢 你先进来吧 听着 我可以平安脱身 但是地煞肯定认得出你来 如果你被发现了 咱们就都完蛋了 我来想办法 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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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 都 loaded 狂狂 狂猫 厲害了 你手没事吧 哎呀 Makinkah 小女伤而已 那个陷阱伤不到我的 对不起啊 李公子 都是因为我 你才受伤的 你若不介意 就别叫我李公子了 李公子 李公子的 你看我现在 哪像我公子啊 你可以叫我李盛 或者像阿斐那样 叫我阿胜 李盛 你也不用叫我吴小姐 叫我楚楚就好了 我现在也不是 什么大小姐了 楚楚 那 那你早点休息吧 吃点东西 我先回去了 好 好 出池 不过话说回来 光辉武刀弄枪有什么用 我在这乱世闯荡了这么多年 才算明白 对于民众来说 枝宝穿暖 才是头等大事 我看那位也要收摊了 替我送她一程吧 也多给少 所以你兴趣 你自己还穷困潦荡的写小曲呢 怎么走哪儿都这样一输才啊 身外之物权宜之计 不能没有 但也没有那么重要 不如红尘相逢的缘分珍贵 拿去吧 是谁刚刚说吃饱穿暖 是头等大事 怎么这回子就成 身外之物权宜之计了 怎么 担心我收穷啊 我行走江湖这些年 可是攒下了不少赚钱的本事 怎么样 跟我走一圈 这什么买卖糊口的就全会了 我不想瞎话呀 我想回家 我想知道我娘她们怎么样了 四十八寨 跳 你是刚从三道真气下捞回半条小命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你娘做搭当家这么些年 名声可不是吹出来的 你就放宽心吧 当下 大当家 当下 大当家 大当家 空心 空心 女人 今天天色已晚 要不明日再走吧 暗装叛变 此事非同小可 我怕山下出了大事 还是尽早去找甘堂公商量对策为好 我下山后 寨中的房屋就交给你了 大董家 邓真一定誓死保卫寨子 好吧 您辛苦了 既然姑娘给了钱 便点一曲吧 我不懂这个 我没听过什么小曲 不点 小孩子家不懂什么好赖 要不您给他说个热闹点的故事 让他听听睡觉就行了 那我便说一段实事 道听途说不见得是真的 我诸君一笑 今日耳闻与敌军交界之处 着实出了几件大事 还有一位不得了的人物 据说此人是一位女侠 隐居身山 隐居身山 习得神功在世 一露灭 就十分了不得 了不得的女侠 还已出关哪 还在交界的附近 也遇到了地煞攻打 霍家婆婆 会不会是段九娘 包围了华龙 这城里的百姓 那是人心惶惶 那女侠凭一己之力 立刻了地煞 杀了陆泉 一路直奔横山 冲出了一条血路 毫发未损 到了横山 在驿站打抱不平 射巧劲 引出了青龙主 劫杀于横山脚下 人人拍手成快啊 你倒是何人之后 据说是南刀之后 二十年了 破血刀又重现江湖了 关于南刀传人的事 你们也听说了吧 当然听说了 这南刀传人 据说是为年轻的女侠 这可真是了不得 女侠虽然不假 但是绝对不年轻 不然怎么能拳打地煞 苍狼 脚踢青龙主 所以啊 据我所知 这南刀传人 是个五大三粗 尖扛大刀的壮硕大娘啊 您听到的那都是胡扯 我告诉你们吧 其实南刀传人 他根本就不是人 什么 你们想 这谣言害死人了 但是 在地上搞河四象山 绝对几千人的包围圈里 也不能那样像 你笑到直接韩啸就传了 打死青龙主吧 喂 阿伯 那是个青面獠牙 一掌就能拍死周旋的 大妖怪 是吗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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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瑛琳 好漂亮的画 给我一个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多少钱 三分钱一个 给 谢谢 谢谢啊 小二 来一口好茶 好嘞 客官 要不您尝尝咱们的九龙金月 用的是四摇青三倍火制茶法 茶香富裕 入口灰干 包您满夜 好 来一会 好嘞 来 你慢用 这童谦怎么这么净化呀 那位女侠凭义己之力 是立刻递上 杀了鹿泉 冲出一条血路之后 是毫发未杀 飘然而去 而后千里独行奔恒山 对啊 在客舍中打抱不平 设下巧计 引出来青龙主大魔头 揭杀与恒山奖相 那真是大快人心哪 你倒他是何人之后 没错 正是南刀传人 南刀 说起这一代大侠南刀里争 是我哥吗 还杀的 想当年 那也是风流倜傥 侠谷柔情 有多少侠女 妙龄少女 唯之倾道 好不妇 这李征 为了躲避这些风流寨 才躲进这四十八寨中 不成想 却不小心 建立起了四十八寨 你不说 我祖父才不是这样的 这 这是 我是说 我也想听 姑娘 想听就好好听 听得高兴呢 就给个赏钱 竟然敢这么熟祖父 她是李征的酸女 岂不就是 南刀传人 太好了 快 来来来 大家快来啊 走一走听一听 瞧一瞧看一看 快来听我讲故事啦 跟你说个特别有次的故事 听说四十八寨有一个李老寨主 这李老寨主 虽然刀法了得 但心思却是极其细腻 做的是一手好针线花 心下有一双儿女 从小就没了娘 这李老寨主 是又当爹又当娘 她就是一带男刀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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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怎么了 昨晚没事好啊 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也会做噩梦啊 梦到什么了 我一会儿梦见 沈天树 带着一帮地煞狗 我同着四象山青龙主他们 一群人围攻我 他们组成了一个太极八卦阵 我又梦见 我娘 她又在打我 她拿了一条腰一样粗的鞭子抽我 像抽陀螺一样 抽得我天旋地转 现在头还晕着 你说梦到那些人围攻你 你倒也能理解 这你娘为什么要打你啊 大概是我这趟出门 给她长了大脸吧 干吗 你又想什么呢 好 如果你说话靠谱的话 我说话怎么不靠谱啊 你去看看那几个人 有哪个能像我一样 满天下的事情 都如数家珍的 耳朵长嘴碎 有什么好骄傲的 来 按照你的说法 那我这个程度 算是二流高手对吧 状态好的时候算是吧 什么叫状态好的时候啊 你有听人家是怎么形容我的吗 说你连跳两级 积压顶尖高手 直接冲着一代宗师上去了 别的宗师都不值一提 个个都是胡子一把 孩子一帮的 这青春美貌上去远不起你 会说你就多说一点 总之给我听的呀 我都会给你跪下了 大家要不小了以后呢 就专门给你赶车去 行吗 你说 什么时候把那玉利老二给我捅下来 我下一个信息就有名字了 名字呢 就叫做 以代名下 周断刀的故事 我这刚宽完你 你就开始给我编鬼故事 信不信我把你拍到树上去 不信 你把我钉树上了 你怎么会四十八寨 你估计出来这个门啊 走着走着 就走到南疆去了 我有那么多任务吗 像你这种四体不勤 物顾不分的大侠啊 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刑起啊 大侠 你会唱其番的词吗 要不我临时教你几句 万一路上能错个盘缠呢 好 你说 沈天树会不会在背后阴我呀 怎么阴 召告天下 说 自己败在了一个黄毛衔丫头手上 嗯 也是 他一个成名已久的大坏蛋 怎么可能这么大动干戈的 对付我一个 处处茅庐的无名小组 实在是没必要 你不经常在江湖上跑 你可能不太知道 这大伙儿 对地杀 积远很久了 每隔十天半个月 都有只苍狼煞 被一个什么野孩子 打得满丢乱爬的谣言 连沈天树自己都计较不过来呢 一般呢 没有人相信 只不过啊 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 巧就巧在 青龙主是真的死了 那麻烦了 这要是传到我娘耳朵里 他怕是要打死我 我说你怎么还想着你娘的事呢 阿飞 你听我一句劝 这段日子 你最好夹着一把做人 能不动手 就千万不要动手 在回到四十八寨之前 得紧乱装死 让别人传着去 只要你不露面 不闯祸 过一段日子 他们就都忘了 我每次动手 那也都是因为被情势所逼 逼不得已 我才不得不动手的呀 以前在四十八寨的时候 顶多就一个李盛 一天到晚招药茶 挑衅 我们这一路上 也没有听到你哥什么消息啊 你放心吧 这乱世江湖上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你别太担心了 嗯 嗯 等我吃完饭了 我要去送个礼 怎么样 根本给我一道 好呀 我跟你一起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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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